男人惊恐地看着前方 赶紧将头埋进水里 全程屏住呼吸不敢动弹 紧接着一双巨大的大脚出现在眼前 脚下的绵羊赶紧逃跑 谁知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抓住 此时埋进水中的男人依旧不敢动弹 下一秒眼前恐怖的一幕 直接把他吓盖了 害怕的男人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躲在树后的同伴长舒了一口气之后 忍不住好奇地他探出头去观望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然而就在他看的路神时 巨人好像忍受到了他的气味 害怕的小胖赶紧躲回树后 紧接着巨人大步往前走 再也憋不住的男人赶紧冒出手面 可怕巨人还是发现了树后的小胖 只见他直接将整个大树连根拔起 愣感不妙的小胖连连后腿 两个人就这样深情地对视了三年之久 反应过来的小胖正还想起转身往后逃跑 巨人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眼前急速奔跑的小胖 丝毫不妨任凭他 紧接着直接三步并成两步一掌 对于没见过的人类 凑上去仔细观察 就在他抓起小胖准备离开时 救人心切的队长直接持剑冲了上去 猛地将利剑刺入巨人的脚踝 吃痛的巨人往后看了一眼 下一秒只是轻轻一脚 队长就砸在石头上晕了过去 紧接着巨人把脚上的利剑拔掉 这下好了 两个人都被巨人直接打包带走 一旁的杰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同伴就这样落入巨人之手 巨人看了看手中的猎物很是满意 接着转身离开 害怕被发现的杰克赶紧再次回水 幸幸的是巨人并没有发现他 就这样从他身旁路 巨人走远后 再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 再寻找机会拯救同伴 与此同时 其他三人在途径一处悬崖时 卷毛哥假装看到公主 吸引同伴光头过来 然后趁气不备将他推向外面 这样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而就在他们为奸计得逞得意洋洋时 一只大手就将疯癖男抓了起 话不说就直接塞进去 卷毛哥整个人都吓得压麻呆子 完全没意识到 更可怕的危险正潜伏在身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